嗨,欢迎来到大眼督玩具乐园 捡了好多树叶 你捡这些树叶做什么呀 我觉得风把它们吹落在路边好可惜呀 你看,树叶多好看啊 嗯,真的很漂亮 可是收集起来能做什么呢 嗯,我还没想好呢 让我来帮你们吧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把树叶变废为宝 做成漂亮的装饰吧 准备一个画框和路边捡来的树叶和小树枝 还有画笔和胶水 就可以动手了 先做一幅森林树叶画 森林里有一只恐龙 就用这片叶子做他的身体 涂上浇水 再拿一片叶子画上恐龙的头和脖子 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忙 把画好的剪下来 然后和身体粘在一起 我们继续来画恐龙的四只 再拿一片叶子做恐龙背甲 沿着树叶这条直线画几个小半圆 从头顶开始粘 一直粘到最下面 最后画上眼睛和嘴巴 看 可爱的小恐龙就完成了 找一片超大叶子 做一片山坡 把多余的部分去掉 把卡纸放进画框中 再用树枝做出森林的样子 把下面的部分去掉一些 这样是不是就像一棵树了 小朋友们可以自由发挥哦 还可以用两种颜色的树叶搭配 做出太阳 漂亮的树叶画完成 这些树叶能做什么呢 有了 做一只花怎么样 需要一根树枝 在叶子底部涂上浇水 沿着树枝卷起来 就这样 一层一层的叠加树叶 最后 我们可以选个其他颜色的树叶 卷在花朵最外层 是不是更漂亮了 拿根绳子 把下面绑紧 我们这朵花 就做好了 小朋友们发挥想象力 再多做几朵花吧 我们用彩色卡纸再包装一下 漂亮的花树 这里有多小破啊 这里有多小破啊 这片叶子好看 完成了 完成了 还需要登串 大眼兔魔法 碰巴露露变 没用上的小树枝 也可以放进去哦 我们再用树叶 我们再用树叶做只蝴蝶 放在瓶盖上吧 哇 有了蝴蝶的许愿瓶 更好看了 我们关灯许愿吧 嗯 我希望树叶能永远长在树上 不掉下来 哦 那我们还怎么做这些漂亮的树叶装饰呢 哦 对哦 那我重新许愿 我希望 嗨 小朋友 喜欢这支影片吗 动动你的小指头 点击订阅 打开小叮当 给我们点赞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